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到了接负点评的环节 电话旁边接通了一只东方证券行政总裁 论常念 论大师的 论大师早晨 是 早晨 你好 最近香港社会事件都开始稳定了 其实内需业务方面 大家都会比较留意一点 因为最近反而比较多的疫情事件 大家都会留意 你觉得有什么股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介绍的一只1373 叫做国际家居零售 其实大家知道它在香港经营 日本城 香港有268间 另外还有卖化妆品1231 有33间 其他还有士多仔 有10间左右 它在新加坡有46间店 在澳门有7间 其他还有几间在海外 上半年它的销售就升了7%左右 主要就是因为新加坡的收入增加 盈利就升了5%左右 香港跌了一点 香港跌了一点 但是新加坡去年是亏本 今年赚钱就来补回的数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它卖的都是家居用品 生活必需 但是它卖得便宜 比乌晨市、维香等很多 它现在的123A 主要就是卖化妆品 针对莎莎的业务 因为它不是卖名牌 好像Dior 那些名牌化妆品 它是卖那些A牌子的化妆品 但是质量是一样 那价钱最少便宜一半 就算香港经历了零售被人打一拳 就像10号风球那样 它都能捱得住 那如果香港的零售好快 我相信它会有相当大的增长 那股价去年其实高了去到2.4 那最近跌到过8 去到1.79 其实这些应该是个支持位 因为它排息都有8厘这么多 那建议投资者在1.79 买入 目标价就提2.4 只蝕在1.5 嗯 看到了 国际家居零售 现在就在做过8 在这个水平 大家都可以看着个位 看看 年初至今来说 这几个月都回得比较多 看看有没有一个 吸纳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 那今天 谢谢大师这么长远的分析 提及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好 谢谢大师 那提回大家 刚才嘉宾说的只是个人意见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或者推介 做相关投资的时候 请小心留意风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